大家好,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我是雨萱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火箭军高层遭一国端,习近平到底要干嘛 成都大运会开幕,观众穿尿布湿进场 安保进入封膜状态 中国暴另类革命,七七哈尔市呈火山口 在进入话题之前,首先感谢网友 Party Chow 4141对我们的爱心支持 另外,还请大家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能帮助我们这个频道成长 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解放军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及其前任和现任副手张震忠及刘光斌 近期正接受调查 外界认为,火箭军出事是政治问题 可能是因为几位军头对习近平不忠 怀有恶行 消息人士透露,对李玉超等人的调查 从前国防部长魏凤和 3月份退休后就开始了 魏凤和是火箭军2015年新成立时的 第一位司令 在这之前,已退役3年的火箭军 副司令员吴国华 被传出7月初突然去世 28日,澎湃新闻网报道了吴国华的消息 说他因病医治无效死亡 有台湾媒体7月6日报道说 吴国华是咨询短见 中国媒体却将其死因改为脑衣系猝死 现在再进入澎湃新闻网站 很难找到这条消息 网络上标题和提要还有 不过点开标题却是一片空白 只有文章以下限几个字 网上流传着一份吴国华智商办公室25日发出的 不到100字的极简单的复稿 在复稿旁边还有一张应该是家人设立的灵堂照片 看起来非常简陋 只有两个花圈 火箭军是习近平手中的所谓大国利剑 掌管着中共核武器、洲际导弹 但这支部队却让习近平失望 甚至让习近平的宝座都发生了动摇 陈破空认为 火箭军军头们出事的原因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里通外国 或是跟美国交好 他指出美国空军大学智库 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后 披露的中共火箭军情报报告 让习近平开始怀疑 火箭军内部出了内鬼 火箭军内部充满了恐惧 因为如果中美在台海打起来 火箭军首当其冲是美军打击的目标 所以他们的压力很大 这些军头极可能为了留后路 跟美国方面有沟通 李玉超出事的前后 6月28日 习近平紧急提拔了两个上将 按照中共惯例 提拔上将一般在中共八一前夕 在其他时间提拔 很可能都是出了异常情况 陈破空表示 上将的名额要维持一定的人数 如果两个上将出事 就要提拔两个上将 所以火箭军的确出事了 让外界看到中共人心向背 军心向背 中共海军司令部前中校参谋 姚成介绍说 包括火箭军在内 目前中共军队内部位战情绪很高 火箭军的人不愿意跟着习近平去打仗 有位战情绪 他们太清楚了 他们知道导弹的威力有多大 他们知道美军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会造成什么效果 姚成认为习近平确实想在台海开战 如果不打的话 党内的人就会指责他 本来他搞第三次连任就是打破了常规 但如果他在第三次连任当中解决了台湾问题 党内大家就不说话了 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从28日起在四川成都举行 当地风声鹤唳 维稳升级 早前有匿名网民在网络上号召民众 倡议在大运会开幕式这天 以快闪方式举行白纸示威 为了防止民众抗议 在大运会之前 成都的安保就已经水泄不通了 民众需靠出入镇通行 街头到处是公安 每20米就有三四个公安把守 每个汽车站都有三名警察 三环全长50公里 保守估计警力至少超过一万 成都大运会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习近平一行的车队 所经过的路线 沿途住户 商业大厦或政府大楼都要关窗 能拉窗帘的尽量拉上窗帘 车队通过时不得拍照或者摄像 全程实施无线电管制 禁用业余无线电台和遥控器 不准商家出售菜刀 剪刀和玻璃制品 官方认定这些都是危险物品 有的维权人士被送到外地旅游 为保障大运会供电需求 成都近期实行限电限产 在炎热的酷暑停电 引发民众怨声载道 28日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依然安排了盛大的烟火表演 和规模宏大的现场表演 歌舞升平 主会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曝光后 网友纷纷指责中共极尽奢侈 挥霍名指名高 而表演场地之外 气氛却一片肃杀 有当地网友披露 开幕式安检异常严格 而且观众还要穿尿布湿进场 爆料人称 进场需要提前8小时安检 安检后原地等待转运 不能上厕所 开幕式结束后按次序退场 最晚的一批要等到凌晨一点 大部分观众是官方安排的 事先可能要经过层层震审 会场之外也是草木皆兵 早前有民众爆料 许多社区为减少居民出门次数 给小区安排统一配送食物 有照片显示 有的社区用垃圾车给居民送菜 有的小区给每个成年人 发一张临时出入诊 并说如果丢失后果自负 民众纷纷诉苦 仿佛一夜间又穿越回到三年清零时期 与前两届不同的是 本次大运会虽然被中共宣称为主场外交 但西方大国政要无一人出席捧场 及五个小国领导人出席 包括乔治亚总理 加里巴士维利 盖亚纳总统阿里等 原计划出席开幕式的斐济总理 兰布卡25日称 他走楼梯时摔倒 头部受伤 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访华行程 中共一直在努力 提高其在太平洋岛国中的影响力 斐济在该地区是一个强国 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都令邻国相行见处 兰布卡半年前胜选上台后 开始疏远中共 上个月他透露可能会废除与中共 达成的一项重要警务协议 他还取消了会见来访的中共高级外交官马昭旭 兰布卡表示 中共正日益努力 巩固其影响力 斐济应该与那些具有相似民主价值观 和法治的国家合作 27日下午 彭丽媛会见了印尼的总统夫人伊利亚娜 在金牛宾馆景龙庄 两国元首夫人欣赏精美的银花丝 磁胎竹鞭 鼠袖等成都特色的工艺品 彭丽媛还邀请伊利亚娜观看查意表演 评论人士陈破空表示 事实上彭丽媛很孤独 中共搞孤立外交 四面楚歌 外宾越来越少 习近平很多地方都去不了 西方的民主国家不会邀请他去访问 他只能去一些中亚 非洲国家走一走 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 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孤独的第一夫人了 上一回习近平去苏州 当局把苏州变成一座空城 民众不准出门 警察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中共官方还放出一些图片 彭丽媛由苏州园林 他身边有一名女子 大概是他的秘书或者是助理 两个女人行单引之 在那里由苏州园林 没有别人 四周一片激进 这次到了成都又是这样 当局又把城市清空了 彭丽媛唯一会见的人是印尼总统夫人 虽然来了五个国家 另外四个国家估计彭丽媛也看不上 太小了 都是非洲的穷国 小国 印尼有三亿人口 彭丽媛选来选去 最后只剩下这一个朋友了 23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第三十四中学的体育馆突然倒塌 当时学校的女子排球队正在管理训练 十一名失身遇难 尽管中共当局封杀消息 但各地民众通过点外卖的方式悼念死难者 灾难发生后 官方又是鞠躬道歉 又说严肃彻查 绝不顾惜 然而中共当局只是在演戏 家长去医院认识 警方却千方百计的阻拦 警察看似在维持秩序 实则是怕家长闹事 当局威逼利诱家属签署谅解协议 试图用各个击破的方式 阻止受难者家属联合维权 随着事件不断发酵 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共当局的冷漠 和官僚作风感到愤怒 第三十四中学门口宽阔的马路上 已经摆满了鲜花和各类祭品 民众自发前往悼念 他们大多身穿黑衣 眼眶泛红 看到有蜡烛灭了 他们主动上前点燃 不但当地人前往悼念 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在网上下单 通过外卖骑手送上鲜花 零食单 当地骑手李明透露 他一天能跑一百多单 他常常拿一整盒24瓶黄桃罐头 一瓶一瓶地打开 放到蜡烛旁 然后拍照发给顾客 并留言 谢谢您的爱心 第三十四中学校门外 已经变成了一片花海 并摆放着大量零食 有AD盖奶 棒棒糖 饼干 奶茶等 还有的民众送去排球 有网友在推特平台留言说 这是一场另类革命 西齐哈尔已经成了火山口 鲜花和奶茶的下面 埋藏着沸腾的民怨 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